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加一滴鹽酸 一滴鹽酸,這1cc 現在有一滴鹽酸 它只有一cc,1ml 把它放到1公升 1公升的水裡面 他說,摺蒸餾水 這個水是蒸餾水 蒸餾水它的pH值應該等多少 我們知道說 這個鹽酸 這個使得-84mol 使得-84mol的鹽酸 還沒加進去之前的話 這裡它的pH值 就是已經等於7了 也就是說 它的這個 這個什麼呢 這個那個 個數 個數的話 是使得-74mol 它已經有什麼呢 已經有這個 使得-74mol的氫離子了 那你現在的話 這個鹽酸的話 它是使得-84mol的氫離子 所以你把它給什麼呢 把它給這個 加進去的話 加進去的話 就等於它 等於是 使得-74mol 加3dosa 使得-84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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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使得-84mol 那你把它加起來的話 這個我如果把它寫成死的 負X字方的話 這X的話 應該介於什麼呢 介於那個7 跟6之間 它比較酸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曉得 這個X的話 如果是6到死的話 那麼它的什麼呢 它的這個 濃度 濃度的話 我們叫m 他這個人會小的多少 小的10的負6 大的多少 10的負7 那這個的話 這個是 這個什麼呢 這個是比那個負6小 這個東西的話 它是 10的 這個應該寫成多少 寫成是 1.1 乘以10的多少 負7四方 這個它會大的多少 10的負7四方 它會小於多少 小於這個 10的負6四方 10的負6四方 因為10的負6四方 你可以把它寫多少 寫成10 再乘以10的負7四方 這個子的話 它會介於10的負6四方 跟10的負7四方 所以它這個pH值 這個x就是pH值 pH值的話 它是介於7跟6之間 就是稍微酸一點點 它本來是中性 本來是中性的話 pH值是等於7 那你給它加一點點 這個 這個 這個鹽酸下去 然後這個鹽酸的模式又非常少 那它的話 它是比什麼 比那個 比那個 純水還要酸一點點 所以它pH值 是介於什麼 6跟7之間 所以這一題的話 應該要選C 它說這個pH值 a的話 pH值等於8 pH值等於8的話 這是減性的 那它本來是中性的 那你加一點點酸下去的話 它應該是酸性的 所以a這個當然也是不對的 然後它說 b的話 它說 這個pH值是等於7 pH值等於7的話 就是本來的什麼呢 本來的蒸流水 但是它一點點 那個鹽酸加進去的話 它應該稍微酸 就不會完全是pH值等於7 所以b這個也是不對的 c的話就剛剛講的 是介於6跟7之間 c是對的 那這個d的話 它說介於7跟8之間 這個不對啦 這個東西的話 它的意思就是說 稍微變鹹 但是這個是鹽酸 鹽酸加進去的話 會稍微酸一點點 不會變鹹 這錯了 所以答案的話 應該要選C 所以這裡應該要選C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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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